那么很久一来 我都不是很热衷于去专门的就性别议题 进行公开的演讲 或者说写专题的文章 但是与此同时 性别议题始终对于我来说 是我个人生命 个人学术 个人思考当中最为内在的 最为恒定的 最为一以贯之的命题 矛盾在于 我的基本认知 当然也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就是其实女性